大家好 我是陈淑仙 今天要介绍一样很好吃又很简单的菜 给大家托来煮 就是粟米酒肉片饭 材料是很简单的 就是姜、葱、洋葱 还有就是猪肉 你可以切一粒粒也可以 切一片片也可以 随你自己喜欢 材料方面就是一些些盐、麻油 还有少少的胡椒粉 或者少量的糖 但是我不加糖 因为今天我是用贯饭的粟米 所以本身有味道 当年如果可以的话 最好就是买新鲜的粟米 回来自己煮 但是这里因为这个节目是 平安静快 是给第一次学煮菜的朋友 就不想太多麻烦给你们搞 你出去超市 买一罐粟米粒 就可以了 其实我不是那么喜欢用罐头 但是因为方便大家第一次学来做 所以用罐头 原来这些罐头 全部一些维他命都没有 你可以看它的内容介绍 除了有10%的纤维素之外 就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我就加些洋葱 加些洋葱 就非常有营养 另外加些鸡蛋 就非常好 可以补充不足的营养 将来大家有时间 和熟了的话 就可以在外面 买些新鲜的熟米 自己拆一粒粒 来煮的就更加好吃 新鲜和有营养 但是现在又第一次学 怕会闷到你们 到时你们等得来 做得来都能够睡 是不是 索性用罐头 很方便的 除了以上的材料之外 还有鸡蛋 首先我们将洋葱切碎一粒 和葱姜都切碎 首先我们烧些油 然后将些姜葱放下去炒 好 接下来我们将些肉片 放下去一起炒 有很多人就喜欢炒到九成熟 炒到九成熟 但是千万不要 因为猪肉是不行的 有虫的 有三虫的 所以一定要炒到熟 为止 如果你怕它硬 在切片之后 itol上刷开 Pope前 把它切成熟 和立面接到八成熟 被切至ized 炒到肉片之后 的人都放入碗里 放在旁边备用 炒到肉片之前 可以用多些小火 白胡椒粉、少量的盐、芽油和生粉和生抽 拌一拌 然后热味大约15-25分钟就够了 然后我们将洋葱放入锅中炒 为什么要炒洋葱呢 因为炒了之后会味道很好的香浓 但不要炒得太焦 又不可以炒得太生 如果你怕麻烦不想炒洋葱也可以 把切碎的洋葱放入熟米粒中煮一煮 就是你自己的口味 但我本人喜欢炒一炒 因为香口很多 把罐头放开 然后倒入熟米粒 开始煮粟米粒 如果你喜欢的话 加一点的水 记住一定要看熟米粒 很快很快就会熟 因为会焦的 记不记得刚才炒的葱 我现在就放进去一起煮 这样就会很香很香 接着我们打鸡蛋 一只或者两只 看你多少人吃 然后放进去熟米里 记得要拌均匀 在那些熟米羹煮熟的时候 我将刚才的肉片放进去一起煮一会儿 那些肉片更加会爽滑些 大家看看 苏米肉片饭已经煮好了 哇好香啊 好好吃 又非常之有营养的 非常简单 25分钟内包你煮好 苏米肉片饭已经煮好了 好香啊 好好味 而且非常之有营养的 所以大家不妨自己在家煮来吃 很简单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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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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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